汤油杯给国语年轻人更大舞台 七位00后入选大名单 距离中国羽毛球队 成功为缅苏迪曼杯仅仅5天 推迟了一年半的2020汤姆斯杯赛与尤博杯赛 终于将在明天于丹麦奥胡斯开赛 从芬兰转移到丹麦 国语克服困难 继续利用短短的5天调整 认真对战 在奥胡斯 国语入住的酒店与比赛场馆 仅10分钟车程 队伍既要完成交通转移 又要完成走下苏杯冠军领奖台 从领开始的心理调节 要对重点球员的身体状况和体能进行恢复 还要完成汤油杯台阵布局等 两个国际最高级别的团体大赛紧密相连 让一切都变得极为罕见 也对每一支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